这里是赏北民科的古乡 东方红的旋律在这里回荡 这里是中国的能源新都 滚滚能源从这里送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里是山、水、人、城融合的画廊 处处散发着罪人的方向 这就是鱼鳞 鱼鳞市 位于陕西省最北部 地处茅巫处沙漠南远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 地貌大体以长城为界 长城北部为风沙草滩区 长城南部便是驰名世界的黄土高原 鱼鳞古老而又鲜活 博大而又精深 迷人而又神奇 在这里 在这里大漠风光与高原气象并存 沙漠海子与长河落日同在 三边村落与匈奴帝都相依 万里长城与九曲黄河相威 这些神奇的人文自然符号 共同构成了鱼鳞独具魅力的景观地标 走近鱼鳞 处处盛景 蓝天白云 大美鱼鳞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 千千万万的鱼鳞人民 用不畏艰难 敢于斗争 使之不语 开拓创新的鱼鳞制沙精神 历经几代人的坚持 创造出南制土 北制沙 这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绿色传奇 今天的黄土高原 呈现着天田层叠 英绿镶嵌的如实画卷 北部沙漠草滩区 已是人尽沙腿 绿色浸染 水塘遍布 云米飘香 一派江南水乡的美景 蜿蜒群者的万里长城 在榆林境内横跨东西 不仅使这里的地貌具有别样的气质 而且这里的风俗民情 也因长城有着天壤之别 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 在吃的法则里 鱼鳞人从来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餐桌上 他们怀着对食物最原始的理解 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着转化味觉的灵感 今天就请随我们的镜头 去品味鱼鳞的美食 欣赏赛上的美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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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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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